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中国政府早前宣布 为了解决国内的污染问题 从今年1月起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国外的洋垃圾 这项决定让西方国家有些措手不及 究竟这些每天不停增加的废纸与废塑料 该何去何从呢 中国除了被称为世界工厂 其实也是欧美废品的最大接收国 国际贸易中心统计 中国每年从欧美进口600万到700万吨的废塑料 占全球总量5到6成 废纸的数量更加惊人 光是2016年就有2850万吨的废纸涌入中国 全球占比超过一半 中国俨然就是世界垃圾厂 不过随着中国追求转型 对生态环保日益重视之下 似乎不愿在忍受处理外来垃圾产生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于是在2017年7月份 向世贸组织递建 并且发布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 宣布自2018年起停止接受 包括废纸废塑料等24种废品进口 中国的政策上路之后 英国各地回收站的垃圾早已堆积如山 而全世界制造最多废品的美国更是深受影响 急着寻找下一个垃圾接收国 此外 长期奉行资源再利用的日本 现在也面临极大挑战 日常生活产生的废纸 塑料平等废弃物几乎全面滞留在国内 造成关东地区郊外废塑料大量囤积 由于日本无法再将废物出口到中国 国内也缺乏处理回收物品的能力 如今只能靠着填埋和焚烧 慢慢消化堆积如山的垃圾 与此同时 尽管有中国企业看准商机 选在这时候进驻日本设置资源回收厂 但相较于垃圾制造速度之快 回收厂的存在只能说是缓不济急 另一方面有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拒绝洋垃圾的政策 推出还不到一年 就已经彻底打乱全球回收行业的进出口版图 大量废品转入东南亚地区 包括台湾在内 许多国家开始当起了世界垃圾厂 台湾环保署的数据显示 台湾光是今年上半年进口的塑料废弃物 就高于前一年同期的2.5倍 并且预估 今年恐怕还有重达四五十万吨的废品 等着进口 有回收业者感叹 台湾自己的垃圾都处理不完了 怎么还要进口国外的洋垃圾 另外 废塑料激增也严重冲击台湾的食荒体系 废品价格每况愈下 过去每公斤大约能换一块钱人民币的微薄报酬 但现在惨跌不到原来的一半 受访的食荒人员比喻 以前减一整天至少能卖上一份盒饭 现在却只够买一瓶水 台湾官务署的数据显示 累计今年前七个月 台湾进口废塑料24.5万吨 年成长率约为163% 已经超过往年一整年的数量 废纸方面 前七个月的总量大约80万吨 比2017年之前的全年进口量还多 接着是垃圾来源国的分析 无论是废纸或废塑料 美国 日本和英国目前是台湾前三大垃圾进口国 以美国为例 今年1到7月运到台湾的废纸总量高达33万吨 年增率急速飙升到238% 美国今年前七个月出口台湾的数量同样是有增无减 年成长率高达125% 据苹果日报调查 从今年1月到7月 总共有超过100万吨 装满4万个货柜的各种废弃物 从五大洲共86国涌入台湾 导致回收体系接近崩溃边缘 另外 为了查证官方数据是否符合现实 苹果日报还出动空拍机拍摄台湾台中港进口的废纸 之后是如何被运送到造纸厂进行后续处理 过程中赫然发现 这家造纸厂的堆放面积竟超过4座足球场 从废纸上的英文字样分析应该是来自美国的垃圾 再来是调查废塑料在台湾的下落 苹果日报的记者在港口货柜查验区 直击码头工人打开货柜 先是闻到浓浓臭味 接着是大捆肮脏塑料袋不断倒在地面上 查店人员抱怨 其实废塑料的进口量在今年初就已明显增加 当时也和环保部门反映过 情况却不见改善 针对台湾的养垃圾越来越多 有环保组织批评 当局说要减少塑料根本是空话 一边规定民众不要使用塑料袋 却不监管增加垃圾进口量的业者 不过并不是每家回收业者都能够从中获利 有业内人士透露 真正有能力进口垃圾的厂商 背后都有财团在撑腰 而生活出现的危机却是最底层的拾荒者 回顾过去 这些放眼都是垃圾的画面 大家并不陌生 中国导演王九良先后在2012、2017年 完成垃圾围城和塑料王国的纪录片拍摄 刚开始他先绕了北京一大圈 观察500多座垃圾厂 后来又把焦点移到塑料废品回收 尤其是中国的回收产业如何处理洋垃圾 以及回收厂里的工人的故事 眼见中国不要的洋垃圾 尽可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东南亚各国已陆续采取反制行动 祭出更严格的生态环保法规 就是要避免成为下一个塑料王国 未来洋垃圾会流向何方 仍然有待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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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